我們來訪問一下剛剛所講的 有沒有問題啊 好 沒有的話 這是神祂存在的本質跟祂的存在 神是靈 祂是I am 也可以說祂是I am Who am 都可以 祂創造世界 創造人 所以神祂就是人的父 就是萬靈的父 這個把剛剛的經節抄下去就好了 那亞當是神的兒子就是路教福音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工作 但是亞當犯罪 亞當犯罪是創造之後的事實 亞當在意電具體有世界之後才有亞當 以後亞當才會有 夏娃才會犯罪嘛 對不對 但是在創立世界以前神已經有救贖的安排啦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安排呢 因為神要救父親要救兒子 所以這也是一個關鍵點 所以神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與神同在 道就是神 那這個道要怎麼 道要成為肉身 道 道 道是塵肉身的 好 這是一條線 這個就是約翰福音 第一章14節 那我們再看 用神這個方面來看 神 人,怎麼樣呢?在肉身顯現 這是,不是become 來,我們看看那個提摩泰前書第3章16節 Let's turn to John chapter 3 verse 16 這個不是become,這是什麼? Manifest,是不是? 提摩泰前書3章16節 提摩泰前書3章16節 這是大在境前的奧秘,無論不以為然啊,就是 神在肉身顯現 到底怎麼怎麼,我們就這樣把它背下來就是了 錯了神負責 我們念聖經啊,這個沒辦法的,如果你沒有辦法解釋 神在肉身,一樣的肉身,同樣的東西 flesh 所以這個肉身是神的顯現,是道的成 這個肉身就是神的 所以這個肉身就是神的 神的體能 神的生命 對不對? 有皮,有油,有肌肉,有肌肉,油、裡面有骨頭 就是這個 好 那這是一條線 以靈的方向來看 以神的這個 只是 只是改變個形式而已 這個怎麼說呢 這個是不是神 這是神顯現嘛 它是神 只是在肉身 好 那這個肉身是什麼呢 如果只是講肉身 這是抽象的 屬靈的抽象的 心靈的 這抽象名詞 但是具體的肉體是什麼呢 具體的flesh是什麼 是什麼 就是耶穌嘛 那耶穌是誰生的 耶穌誰生 耶穌啊 當瑪利亞 是不是 瑪利亞 不對嗎 是對的啦 我看你那種表情 好像我講錯話 從馬太福音看到 從馬太馬可路加都有 先從馬太 第一章第十八節 他的媽媽是瑪利亞 他的媽媽是瑪利亞 瑪莉亞她懷孕 當然是從聖女懷孕 那接下來呢 第21節 所以是瑪莉亞生一個兒子 所以瑪莉亞生一個兒子 所以這個兒子誰生呢 瑪莉亞生的 聖經是這樣 這個耶穌是瑪莉亞的第一個頭生的兒子 我們來看路加 這些都因為黑板抄不下去啦 自己抄 第1章 三十五節 好 請念 他被生下來就是生神的兒子 神的兒子誰生的 瑪莉亞生的啊 瑪莉亞生的啊 她生下這個兒子 這個兒子被叫神的兒子 對不對 你如果不相信你就抄聖經就好了啦 那抄聖經念你三遍就是這個信息啦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就寫下文章 然後就寫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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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子是誰生的 瑪莉亞生 好 那我們再看下去嘛 那個在第2章 第6節第7節 OK 你看 瑪莉亞懷孕 是不是特殊的懷孕 開始是特殊 她是聖靈懷孕 那在懷孕的過程呢 是 像我們正常人一樣 因為有產期啊 你 產期就是說正常 九個月 九個月也不要講十個月也不用講 就是四十週齁 對不對 四十週才對 產期四十週正常 就是四十週 然後第7節 沒有關係 你已經歡得很好了 第7節 就生了投胎的兒子 所以 耶穌是瑪莉亞的投胎 是不是人的兒子 所以耶穌是人子 誰生的 瑪莉亞 沒有問題 這就是你看出耶穌 耶穌他本身是道成肉身 但是神在肉身顯現 有沒有人生 誰生 沒有 對不對 道成肉身誰生啊 道成 有沒有人生他 沒有 所以 以這個 來 以這個方向來講是沒有 好嗎 所以耶穌是神 所以耶穌是神 好嗎 另外面 祂又是人 這個人是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 也就是聖靈 現在從靈 靈 這在路加福音 1章35節 至高者的能力要硬蔽你 這個是瑪莉亞 至高者的聖靈要硬蔽你 聖靈要懷胎 是聖靈 他要硬蔽你 那聖靈要降在你身上 那這個是瑪莉亞生出來的 對不對 他生出頭胎的 這是他生出來的 他是人的兒子啊 人生出來的人就是人子啊 那這個跟這個是連在一起的 這是人子啊 所以人子 人子也是跟道成肉身的這個是一的啦 那為什麼他要成為肉身呢 神為什麼顯現在肉身呢 這就是希伯蘭書第二章告訴我們 希伯蘭書第二章 他不這樣不行啊 因為這是他的愛 也是他的計畫 二章十四節啊 因為他的兒子是有血弱之體 神的兒子是亞當 亞當是有血弱之體 神是爸爸 他要來救他的兒子 他要來救他的兒子 所以他就成為他兒子的血弱之體的樣子 所以這邊看起來他也是神 他是神 但是他被生出來的人子呢 就跟他的兒子一樣啦 也就是有血弱之體啦 所以以這個層面來講的話 耶穌是人子 這是人子耶穌 他也是在律法之下生 他也是在人的 就是被生出來 在以人的這個層面來講 是 他也是以人的樣子形象血弱被生 被瑪利亞生 所以他是 但是他是第一個 那個 那個 沒有罪的人 那這個沒有罪是 就是 在當時啦 他沒有罪啊 那他為什麼要成為血弱之體呢 他就是要替亞當之後的這些人來死 所以 以這個層面來講的話 我們看羅馬書 第八章二十九節 好 請念 二十七 二十九節 所以他是 first born 這裡的first born是什麼 among the brother 他是我們的老大哥啦 他是救贖裡面的 以這個層面來講 他是大哥 因為他也是人子 他也是人啊 他是第一個復活的 他是第一個復活的 這個是另外一個topic啦 那他以後 就成為我們復活的初俗的果子 以後都像他 因為他是老大哥 我們都是小弟 我們都是小弟 像他一樣 所以耶穌很多身份喔 看你用什麼角度看 耶穌在世上的時候 有時候他說我是神 當耶穌說 當耶穌說 I am I am 就是 耶穌啊 你可以看那個 約翰福音 第八章 二十四 二十六 五十八 耶穌說你們要信我 我是 如果你不相信我是 你會死在罪中 當耶穌講這樣的時候 他是以這個層面來講 神道成 神在肉身顯現 神道成肉身 當耶穌說 末日那個日子 人子不知道 他是以人子的身份來講 人子也需要禱告啊 人子也會累啊 也會哭啊 他 在 他被 他 以人子的身份來講的話 就是 亞當的老大哥 這個也是 他的父啊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救贖金倫的關係 就是因為神自己來救人啊 所以才有歷史裡面的耶穌 所謂的歷史耶穌就是說 馬利亞生出來這個耶穌 馬利亞沒有生耶穌 這個歷史耶穌存在嗎 在人間存在嗎 當然不存在啊 對不對 耶穌其實剩下才有這個耶穌啦 沒有之前沒有耶穌啊 他經過33年 復活 升天 這個為了什麼 為了救贖 對不對 那這個救贖這個期間 其實耶穌是 以人子來講 他跟我們是同一個level的 所以 所以 人子是誰生 就是 Mary生 耶穌三天復活了 好 我們看那個 十五星傳 我們看十三章 我們看十三章 十五星傳十三章 保羅在做見證喔 好 然後我們看二十九節 好 看二十三章 好 神叫他復活了 好 我們看第十 繼續念下去 耶穌的復活有見證了 好 好 三十二節 好 第三十三節 好 第三十三節 好 耶穌復活了 那這個是 已經神向我們這座兒女的應驗 應驗什麼呢 叫耶穌復活 那耶穌復活是什麼意思呢 舊約是一篇所講的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神什麼時候生子 是什麼時候 就是耶穌復活的時候 對不對 耶穌復活了 就是復生子 所以耶穌復活 這十字架之後 我們說耶穌復活了 定十字架 然後三天復活 這個被定十架是人子 他為什麼會被定十架 為了救贖 那他復活了 復活 就是復生子 他怎麼寫 你是我的兒子 你是我的兒子 我今日生你 發的 復活 是什麼時候 就是復活的時候 這樣可以嗎 這是人子耶穌 所以耶穌經歷了兩次的生 一次是被瑪利亞生 對不對 剛剛那麼多經節 那個肉身的耶穌是瑪利亞生出來了 這個不用懷疑 這個肉身的這個耶穌 被定十架 會死的 流血完了就死了 跟妳跟我一樣 因為這是血落之體 他死了 三天了 復活了 這個復活就是復生子嘛 對不對 所以耶穌被瑪利亞生下來 成為人子 這個人子復活了 被復所生 這就是成為靈體 我們以後也像他這個樣子 那這為了什麼 為了救贖 所以耶穌是瑪利亞的兒子 因為是瑪利亞的頭生的兒子 耶穌是那個父的神的兒子 是在什麼時候生 復活的時候生 這樣可以嗎 所以耶穌成為子 這個身分是因為救贖才有啊 所以耶穌是神的兒子 因為救贖 好 那我們繼續看 這個是創世的時候的父子聖靈的關係 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律法時代 就是摩西之前的都是萬人祭司的時代 聖靈有沒有繼續工作 有 什麼時候 子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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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 神的選民 父呢 那 那是天父啊 是神啊 到耶穌時代 天父是誰 是神 足是誰 主耶稣也是 在耶稣那个时候 人子耶稣 刚刚我们讲过 祂是长兄 我们是祂的小弟 所以祂祷告也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耶稣要圣天之前说 我要去见我的父 父也是你们的父啊 圆圆福音啊 那现在呢 父是谁 神呢 子呢 是你我 圣灵呢 圣灵也在工作 另外的应许的圣灵 我们明天再讲 所以父子圣灵的 这关系是 那个从旧一直到新约都有的 对不对 就是神跟人的关系 那以耶稣来讲 谁是 以耶稣来讲 耶稣是 救赎的 被玛利亚生的 就是人子 就是像我们一样 是神的 在创造里面的 有物质的 祂是被玛利亚生下来 以这个来讲的话 祂是子 被玛利亚生 祂是第一个 复活的人 就是身体复活 所以从这里看起来 神 我们相信的神 是独一的灵 独一的存在 所以以灵的层面来讲的话 在圣经里面是 不分的 就是神的灵 耶稣的灵 圣灵 主的灵 都合用 都是以灵 就没有分什么 我们看 大家很熟悉的 那个 《十五行传》 十六章 第六节 第七节 所以这里 圣灵跟 耶稣的灵 不分的 都是灵 这通用 用这 用那 都可以 没有说有分开的 然后我们看第五章 第五章 第四节 第四节 来 第九节 来 第九节 这里圣灵神跟主的灵都混用的 不分的 那讲到主的时候 那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后书三章 讲到基督 以灵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七节 主是灵 主是这个灵 所以以灵的观点来看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相信 独一的 神就是灵 那我们再看一个哥林多前书四五章 这讲那个四十五节 十五章四十五节 所以后来的亚当是什么呢 是死人活的灵 他是spirit 所以以这个层面来讲神是灵 你看我们初期的那些长直 现在你还可以看到的就是林凤来长老 他在 我上上礼拜才看他 你看他的独一神论也是用这样来写的 就是以神是灵 就是以神是灵 这样子 因为讲是讲神的那个存在跟他的什么本质 所以神是独一的 但是在救赎的经论里面 神他自己来 自己成为子 为什么 是因为他的儿子 搞坏了 要救这个儿子 所以这只是在救赎里面你可以看到的父跟子 那这个救赎有一天 救赎满了 救赎时候过去了 那这个就 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就会 这些都世界没有了 救赎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就会回到这里 看到他的事 对不对 And so after the salvation plan has been completed then we will see God as he is 对 as he is as he is 所以这是一个be 看到be and so we will see God as he is 但是约翰说我们 将来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他知道 就是要看到他的be 就是这个i am and so we don't know what it will be like in the future but we just we know that after after we will see God as he is or as he be 所以恩典 就是救赎的金融完成 这个都过去了 and so after the salvation plan is completed then all of that below that will be completed and over 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 so our God is spirit 是灵 是灵 he is spirit 是自由 he is I am 自存 self existing 好 这样可以吗 do we understand 有一点概念 so we have this concept 那我们来看那些 我以前是先从别人先讲 现在讲他们 ok so I used to now we are talking about other people 当然就讲这个也是要 来 开始 这个就所谓的四大信经 信经啦 圣经 第一个就是使徒信经 这样子这是他们的 我们因为要讲他们 所以这个四大信经是 所有信耶稣人都相信的 无论是新教旧教 或是东正教 或是我们一般的罗马公教 罗马天主教 或是什么都相信 四个基本的他们的信条 好 来 第一个 来 请你念 转到 the first one 你念啦 ok I believe in God the Father Almighty cre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就怕死了 不是说他们讲的全错 但是对一百个错一个也不可以 对不对 好 再来 这个也没有什么错啦 但是里面会抱歉错 因为他如果再解释就会错 and so even though this is not right if they keep explaining this then it will be wrong 好 再来 he was conceive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我们是这样说嘛 这圣经嘛 and so this is in the Bible 好 再继续 under Pontius Pilate he was crucified and died and was buried 应该没什么错嘛 好 继续 so this is also correct so let us continue he descended to the dead on the third day he rose again 就是 下印间以后有空再来讲 我是不认为他下印间 什么时候下印间 你不要把耶稣乱放到印间去 and so I don't believe that Jesus Christ descended into the dead 好 再来 第六节 6. he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is seated at the right hand of the father 对啦 再来 correct next he will come again to the judge to judge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好 再来 and next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再来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再来 第十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再来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再来 and the life everlasting 那中文肉身 是body也是好了 好 所以基本上除了那个 这个是第七世纪 一般来讲 后来发掘出来的 这个是 来 so this is created in the seventh century 重点不在这里 我们继续看第二个 and let's look at the second one 我们晓得 基督教界第一次为了神官打仗 就是 尼西亚信经 and so and the first time that there was conflict over the godhead was in the night during the night 因为当时有所谓的亚流主义 因为当时有所谓的亚流主义 因为亚流认为 耶稣也曾经不存在 他是被创造出来的 他们很怕说有两个神 在当时就发生了争执 尼西亚信经是得胜的 就把亚流主义打败 好 赶快念 第一 可以啦 如果有认为错的就棘手 或是闪说错 不然我们就继续念下去了 and so if you think something is wrong then raise your hand if not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是等一下要讲的就是三位一体 and so the main point is not this but we're talking about trinity 他们三位一体最重要的那个关键 是在那个 亚太纳修信经 and the trinity is and in one lord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begotten of the father 好 那他再解释这个 the only begotten that is of the essence of the father god of god 他是 这个独圣词是什么 在万事之前为父守生 and so this lord jesus christ is begotten of the father 这个是不合圣经的 this is not according to the bible 不一样在哪里 what is the difference 啊 我看因为时间关系 那个我们看到那个 看到亚太纳修信经 这个你要的 其实你那个wikipedia就可以找到 and because of time we have to move on but if you want to look this up you can find it on wikipedia 比较麻烦就是要把两个 拼在一起 but it's hard to put them two together 那把他们讲的那个上帝改成神 因为我们这里上课嘛 你pop it 下来都是上帝啊 and in chinese it will say heavily heavenly fathers but in什么 上帝 来 我们看到亚太纳修信经 let's turn to athanasian creed 有44条 there are 44 lines 44 yeah ok whoever will be saved 我们说 这里说 要得救 要怎么样 持手大公教会的信 信 信仰 whoever will be saved behold all the things it is necessary that he hold the catholic faith parade miten você dont 信任 等一下他讲错了 你要相信他的 如果你不相信他的 你也是不行得救 对不对 我们现在 我们说我们这一书家唯一得救 有人唯一得救的教会 我们自己的信徒还说 这么至高至大 他们老早至高至大 人家讲可以 我们自己讲 我们就自己的骂自己 实在是不应该 你要去骂他们 对不对 他讲的如果你要得救 你要怎么样持守他们的 Catholic faith 不守你就沉沦了 第三 大公教会相信 一体三位 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你不相信三位一体 对他们来讲 你是不会得救的 对不对 你相信三位一体吗 所以他说你不会得救 我们知道他们错了 我们说你这样错了 不得救 我们自己人就想说 你那么骄傲 在审判别人 你当神 这个实在是 这窝离反 这个最头痛 他们是这样说的 好继续 他现在呢 在A神里面 又放了一个什么 Person 因为他把那个 父子圣灵 这个父 把他当成一个Person 子也是Person 把他放到神观里面去 你看圣经 第一个上是谁 亚当啊 亚当是不是Person 是啊 以人来讲 你是不是Person 是啊 在定义Person的话 在定义 就是自情义 有那个 有情 有义 有智 有feeling 有义 对 对 对 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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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 intelligence 哦 and intelligence 这三个 好 继续 有44个 他现在说 父一位 子一位 圣灵一位 他们是 他们是 其实他们是 把下面的 就是 神创造的 这个 为人的 这个定义 要把他放到 神的永恒里面去 好 继续 第六 好 现在第七 第八 第九 十 这就是所谓三瑞体的内容 好 继续 好 再来 好 好 好 再来 好 好 好 继续 好 好 继续 好 好 继续 再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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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都在 一直在重复 主啦 神啦 不是创造啦 都 其实 一个pattern 一个公式 其实是 换不一样的名字 进去 一直在重复 好继续 好 继续 21 21要讲 这个父子圣灵的来源 好 21 来 21 The father is made of none Neither created nor begotten 他在神观的最原始就有一个父 好 好 来 The son is of the father alone Not made nor created but begotten 好 所以呢 他是 子有父 子独有与父 非做成 非受造 而是受生 他在讲神观是 父 生 子 They are saying that the father begot the son 他是讲在 本职上面 有位格 在这里面就有分父 子 圣灵 好继续 好 继续 这个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是父 生 子 父在什么时候生子 刚刚我们看到就是在永恒的时候一直生子 永远生出子 所以三位题其实是在灵里面 在神本身里面 父一直在生子 就是神里面的父子有这样的关系 And so saying that in the spirit God is already The father has already begot the son 好 23 23 The holy ghost is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Neither made nor created nor begotten But proceeding 那圣灵哪里来 Where did the holy spirit come from 圣灵是父跟职 把它怎么样 发出来的 So the holy spirit is proceeding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好继续 24 So there is one father not three fathers One son not three sons One holy ghost not three holy ghosts 好继续 And in this trinity none is before after another None is greater or less than another But the whole three persons are co-eternal and co-equal 这就是很有名的就是他们的存在的什么都是扣在一起的 And 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that they say co-eternal and co-equal 好继续 So that in all things as foresaid the unity in trinity and the trinity in unity is to be worshipped 好继续 He therefore that will be saved let him thus think of the trinity 好 好 那 那我們跟他最大不一樣在哪里 如果你相信三位一體的話 If you believe in trinity 他們的三位一體的神觀就是三位一體是在這裡發生的 Essence 剛剛我們已經看過時間沒有 其實有時間的話就是好好的把三位一體怎麼樣研究研究 那你研究不要自己想 你就看他們的create create是絕對服從的 你不 他也講了你不服從這create不得救的 And so the creed is what they believe and they believe that if you don't believe in it then you will perish 那我以前 如果TTP是先從他們介紹 但因為有時間嘛 We begin with the creed Because we have time 如果先講這個我看 兩個小時就介紹完了 那我們自己都沒講 回去滿頭的三位一體 這是聖經的 這是聖經的 共同從聖經拿出來的 救贖一過去 神就是靈神是獨一的存在 好 三位一體呢 Where is Trinity 他們認為神裡面就是有父子聖靈 And they believe that in God there is the Son the Spirit and the Father 有三個位格 There's three parts 他們是互通互容 但是呢位格不一樣 So they are the same but they are different 因為 父跟子不一樣 Because the Father is different from the Son 這個子怎麼來 他們在子是父聖的 Because they say that the Son is begotten by the Father 所以三位一體他們一個很有名的這個圖就是 他們都是神對不對 And so I'm a very famous drawing of their relationship They are all God 那父是神 子是神 聖靈是神對不對 That the Father and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they are all God 這是他們說以essence來講 They are saying that this is the essence of God 但是他們有位格person對不對 So however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y are not the same 是不一樣的 They are not the same 這是有名的上位一體的這個圖 And this is a very famous diagram of Trinity 這樣對我們來講 在這裡是錯的 So it is incorrect in God's essence 因為子不是在神的裡面有父子的關係啊 Because the Son is not in God's essence that has the relationship of Father and Son 是在創造跟救贖裡面 So it is in the salvation plan of salvation So it is in the salvation plan of salvation So it is in the salvation plan of salvation So it is in the salvation plan of salvation So in God's salvation plan So in God's salvation plan 這個拿到這裡來是錯的 You cannot take Trinity and put it into God's essence 這裡我們不要用什麼位格啦 如果不用位格的話 And there is no We don't use persons 其實在救贖裡面 負等於職嗎 不等於職 在聖經裡面 只要向父祷告 不知道父知道 父彼子大 Because in the Bible it says The Son has to pray to the Father And what the Father knows The Son does not know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救贖啊 因為亞當的關係 所以三位一題來講的話 子是什麼 子是什麼 子是耶穌 那父呢 父就是父啦 父就是 聖靈就是聖靈啦 And the Holy Spirit is Holy Spirit 所以他們不敢 耶穌說你們要奉父子聖靈名洗禮 對不對 And so it says that you need to pray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他們一定是不敢說 對我們來講父的名子是什麼 耶穌啊 子的名子是耶穌啊 聖靈的名子是耶穌啊 聖靈的名子是耶穌啊 所以以我們的神觀來講的話 這是在救贖裡面啊 天下人間沒有施下 另外一個名我們可以靠得得救 唯一的名就是父子聖靈的名 名耶穌 所以你相信三位一體啊 你洗禮的名就改了 剛開始你看十五星人都是奉耶穌的名洗禮啊 後來呢就換成三位一體出來一定奉父子聖靈 三位一體的神觀出來之後 就奉父子聖靈的名洗禮 那當時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三位一體的神呢 因為聖靈離開了 沒有辦法去體驗 所以神觀跟聖靈論常常連在一起的 你沒有應許的聖靈 你對神觀模糊 或是講錯 你神觀錯啦 靈會混亂 聖靈論也會改變 所以我們今天晚上講的就是 這是從聖經裡面的 差不多是這樣子啦 還可以再加很多 就是有關的經節 這是我們的神觀 靈後來長老之後就有那個謝長老 他那個聖靈論前面後來有補了一段 就是專門講神 也是差不多 他不是像我 我說我是像他 因為他比較老 你不能說應該是兒子像爸爸 不是爸爸像兒子 爸爸怎麼像兒子 爸爸生出來說兒子還沒有 謝長老也是 就是以什麼 靈為主 那聖經的主題就是什麼 救贖 其實這個是 我不知道 在他之前的人已經講這樣子啦 只是越講越多就是啦 好 有沒有問題啊 那就一起禱告結束 沒有問題 那就一起禱告結束 感谢观看